支持深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有利于在更高起点、更高层次、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 甚至2018年的GDP达到了2.422亿元 成长7.6%也是首次超越了香港 20年后深圳的GDP已经是迁与了香港 但是其实深圳为什么可以发展得这么迅速呢 就是因为有很多土地 很多想像香港发展中间 5亿亿亦都是香港我们最悠的 深圳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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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香港已经到顶峰了 香港已经饱和了 然后深圳很多新区啊大亚湾啊什么的 深圳比较大啊 发展的空间更大吧 从小一村发展成为了国际化大都市 中央的支持无人重要 但是深圳奇迹说到底是关于实战和创新的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